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闪马田赛马集作 今天是2024年9月19日,星期四 本来今天排位日,应该是排位第一GIG的出售 因为我现在还未打好Excel表,总之有些问题 用马圈短打去出片 其实这次也有两件消息,值得和大家分享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谈谈审习城 话说,维港智能和陆续无限都去日本 现在沈习城已经去日本接受记者的提问 但引起当地的马迷不满 因为沈习城说了某些东西,日本马迷很不满 但这件事就罗心门了 因为他们可能有曲解沈习城的意思之嫌 稍后可以跟大家谈谈审习城要被人骂 第二件事就跟进一下真姐,假结尾 上周提到他被维省马会抽称 结果罚了 他在律师底下说了一些理据 但当地马会的小组没有接纳 结果不是罚了很多了三个星期 但对真姐是很有影响的 稍后再分析罚庭赛的跟进 开始前,希望大家可以赞个赞 小弟的影片 把影片分享出去 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更欢迎你们加入我的会员频道 用年费或月费方法Patreon 都可以的 多谢大家的支持 刚才提到的赞、订阅、分享 希望大家如果没有课金的话 就可以做一下这些动作 因为给个赞、帮忙订阅这个频道 对小弟的影片演算法有帮助 可以推给更多人看到 希望大家尽量帮忙 多谢 首先说谈谈真姐,假结尾 话说上周说 维省马会言讯后 再抽称有关假结尾 他骑了一场,不是麦里奥锦标 是麦里尔锦标 其实也是用那个名字 就是谷菲 骑了一只马,未有进全力拆骑 结果他罚三个星期 这三个星期 我觉得罚三个星期 罚得很少 如果这样的动作 在香港 真的被骂死了 罚三个星期 如果香港三个星期 只是罚六个赛马天 何则如今收一收 都停十天 假结尾 其实罚停六天 完全不肯过你 但是维省马会 只是停止他这三个星期 但这三个星期对他也很有影响 因为包括维省的 大赛期就快开始了 他三个星期 包括考菲尔得杯 都是不能跑的 假结尾找了律师 在维省赛马审财处 就是他们的竞赛小组 公布了 他在最后200米左右 175米到100米处 没有进力拆骑 他有辩解的 他说当时 第一是摘位 没有足够空间推进 还有这只马就是Let's face the music 就是晨操时已经试过失控 他不想硬在扎位时 吹拆马匹 还有假结尾说过 类似的情况 曾经试过堕马 进入ICU 所以有这样的阴影 不想做这麽危险的拆骑动作 所以在扎位时 他没有推进 但裁判官没有接纳真姐的辩解 照样违反他们的赛例 总之是没有尽力拆骑 罚了停他三个星期 三个星期是小小的 但包括大赛日 考非要得杯 或者同一天 适合赛黎坎 有朱木罗马峰錦标 其实损失很大 再看他赛事片 如果有直镜就好一点点 但你看看他整条直路 沿途跑法已经是贴难的 你进直路也是想办法拿出来的 但你看到这个红帽 南袖黄衫 我不再指了 因为之前指过了 8号仔 这里也是按住的 最后175米 其实已经说这里开始了 过了200米断暑 这里开始说他没有推进 但这里我们眼睛看 好像够位 而且他应该想办法拿出去 其实也能够拿到的 在这个扎位上 最后几步撕骑 基本上整条直路都没什么骑过 说他不尽力拆骑 我都成立 而且罚得轻 当然包括这些大赛日 令他也有损失 其实意义上 就是说 维省马会 没有听到 贾杰美的解释 意思就是 曾经进入ICU 怕危险 但是没有听到 之前也有提过 这个揣测 这个真的是估计的了 英家柏是找过贾杰美的 贾杰美也觉得香港是OK的 经过了这些事件之后 是不是他会对 维省或者澳洲方面 更加深淡 而有更加倾向香港 长期撒骑的可能 真的有这样的可能 加上这个罚三个礼拜 我又给了解释你了 你又不听 都要照罚我 其实也不止说 意言 不止是他停的三个礼拜 也可以说他撒骑生涯的 一大污点 就是令他蒙上了污点 令他更加 可能对澳洲的赛马 更加不赖赖 或者对维省马会 维省马会有些介绍 都没顶 看看他之后 会不会真的有机会 在香港 其实一段比较长的时间 如果大家 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他 也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 但记得 还是建设性留言 不要瞎骂就行了 第二件事 说说维港智能 其实维港智能 和陆续无限 在配搭上 都有些故事 但是这段影片不先说了 或者是后日 或者是明天的影片 才有机会再说了 现在的主题是沈习城 今天 沈习城说他接受日本传媒的访问 这是维港智能 调教师 这不是他现在拍的照片 他应该还没去日本 其实我也说错了 他不是接受日本传媒访问 应该是他接受马会访问的新闻稿 日本方面翻译了 这个我要更正 开场白的都是说错了 他应该还没去日本 而日本网民看到这些访问稿的内容 就觉得沈习城 你是不是看不起我们的日本马 首先要说回沈习城本身说什么 沈习城的说法 本身就是因为 维港智能现在在香港的分数很高 而且在香港也有很多很出色的短图码 而这些很出色的短图码可能是 由低分开始上来 所以维港智能 因为他现在在香港要什么重磅 所以在香港很难增升 在九月份十月份 因为这两个月份都是跑让榜赛 所以他决定在这个时候 将维港智能拿来日本 跑平榜赛 他今次的目标 希望跑到三、四名都可以 而三、四名的奖金 已经等于香港的吸制赛头马 所以他认为 预期在香港什么重磅 不如来日本跑平榜赛试一下 希望可以拿到好些奖金 另外他认为中山马场的直路比较短 比较适合维港智能的 前领跑法 这个没错 就是沈习城 多数他全部讲话 接受访问的内容就是这样 因为沙田的直路 亦比中山竞马场的长 中山只有三百多米 所以也对维港智能有利 而且在香港要负重磅 不如在日本跑平榜赛 希望维港到三、四名 但是日本方面就曲解了 我不知道是他翻译上的问题 原来我忘记转画面算了 日本方面就是马迷 或者翻译方面 曲解了沈习城的意思 他们就以为沈习城的说法就是 香港的短途马水准比较高 在香港难以增盛 来到日本就容易跑一点 希望跑到三、四名 于是日本马迷就听到 觉得起降了 那你什么意思 就是是不是觉得我们的短途马差点 你又过来可以挖金 当我们短途马没到 香港的短途马好一点 一大堆的在Twitter 现在叫X 都用半洗版式去说 当地的马迷就觉得沈习城很串 OK 现在你是不是串我们 看不起我们的短途马 就觉得过来容易执 但是其实沈习城 我刚才所解释的意思 他绝对没有这样的意思 他是分析形势 因为他现在在香港是高分马 他要重绑 比如跑特首杯 他就要让家应高升绑 很难跑 10月仍然是让绑赛 不如来跑一场平绑 因为他都去过日本跑 中散竞马场的短途马适合 他各方面合格买卖 才让他去日本 当然有部分日本网民 比较清醒一点 他们都知道 香港来说 比较难搞一些 因为短途马多 难以增性 所以就试下来日本 和维港智能 都叫熟悉日本的环境 所以有时 玻璃心这件事情 我只能说是无分国界的 譬如熟悉日本的朋友 他跟我分析 譬如日本的马迷或网民 他们都倾向从那些文字里 咬文着字 去试试解释 别人说话的意思 因为日本人自己也习惯了 说一句说话 表面有个意思 内里其实也有另一个意思 日本没有粗口的 但是他们会有一些 更加辛辣的方法 透过言语 去对你进行羞辱的 所以他们都习惯了 譬如说 他说话 不仅要看表面的意思 分析一下里面有什么含义 结果他们分析沈习的含义 说了一下 就拉得远了 以为沈习有个意思 觉得日本的短途马 比香港差 但是沈习诚完全没有这么说过 这次可以说是一个无枉之灾 而且我再强调一次 我开场白已经说错了 沈习诚没有接受日本传媒访问 他纯粹是马会的新闻稿 而当地的媒体翻译了 然后当地的网民马迷就起降了 可以说是一个比较特别的 也可以说日本方面 不论他的赛马文化 或者这些网上网民的文化 都跟世界其他国家 它有它的特色 世界每个地方都有它的特色 日本就有一个刚才所说的特色 所以香港的 骑链、马主 去到日本接受访问 说话都要大怒一点 小心一点 如果不然就很容易 像沈习诚那样 突然被日本的马迷插到开花 多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